我们讲说 动中有静 静中有动 游身炼心 游心起灵 为什么讲动中有静 静中有动 这个身心 灵是怎么被启发 我常常就有一个感慨 我说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心理 都不能失去那个平常的两个字 就刚刚讲那个平常 不能冲动 就是所谓的过于不及吧 不能冲动 我就觉得我们的心的平常 把我们的灵提升了 我们的身体的平常 把我们的心境提升了 但是换句话说 我们的心的平常 把我们的身心合而为一了 就是这个平衰有一个现象 虽然看起来是从身体开始动 但是我们很着重 就是说我们要放松 保持中正平衡 要放轻松 最好是什么都不要想 然后要很规律地去甩 不能急躁 不能说我快点把它甩完 都不行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能够 就是有一搭无一搭的 就是说我今天练了 我今天练了两个小时 明天可以不用练了 我今天已经练了三个小时了 我可以好几天不练 这样也不行 所以为什么我们再探讨一句话 就是每日十分钟 十年不得了 换句话说 我们每日二十分钟 对不对 不到十年就不得了了 每日三十分钟 是不是 很快就不得了 各位 你们有甩三十分钟 有甩十分钟的情绪手 好 请往下 有甩二十分钟的情绪手 甩三十分钟以上的情绪手 其实也不少 可是我没有做过一个实验 真的很有意思 有的人急急忙忙地进来了 我们就测他的七轮 红尘 黄绿 蓝电子 就发现他那个光很散 都是散的 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 我说你这个是人的身体 还是动物的身体 是不是 那光是散的 结果我说好 来练平水 练了十分钟 您猜怎么着 红尘 黄绿 蓝电子 清清爽爽 你不相信 你问我们师兄师姐 清清爽爽 所以这个真的很厉害 我们曾经找过几位 他从来没练过平水 他练 练了十分钟 结果一测 年轻五岁 这还得了啊 然后呢 后来我们想 这个可能是侥幸嘛 这个人体质测出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实验的结果 隆起港宽 哇 这个不得了 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我们还做过一个实验呢 就讲啊 说这个练十分钟啊 它可以入这个 入筋啊 练到第二个十分钟的时候 可以入脉 练到第三个十分钟的时候 可以入落 我们讲筋脉落 有没有 筋啊 像血管一样很粗 很直 到了脉的时候 它就会变细 然后呢 到了落的时候 它就整个就分支出去 变得更细 但是后来发现啊 就是你比方说像有些人啊 他好比他激烈的运动 或者他搬很重的东西 举很重的东西 突然这个 中风啊 就是什么 就是那种运动啊 它虽然是很强势的运动啊 但是这个运动量太大了 把那个落啊 撑破了 这就是所谓的中风啊 所以我们这个 一个就是心脏受不了 一个就是脑子受不了 可是这个平甩也很妙 你比方说像我们真的是碰到过 有很多医生讲啊 说哎呀 你这个膝盖 你不能再去爬山了 你不能再去走长途了 就是哎呀 有的人中风啊 说哎 你这个已经没辙了 结果各位啊 不瞒各位说 他们练平甩几乎都练好了 这个真的很厉害 对吧 膝盖练好了 关节练好了 把脑子练好了 通通都有 基本上啊 就是它又能够放松 又能够集中 可是我发现啊 有很多东西啊 它集中它不一定能够放松啊 放松了又不一定能够集中啊 可是练平甩 为什么这个阿波波会那么厉害啊 后来我发现啊 它又能放松又能集中啊 这个阿波波才能够冲得上去啊 各位 你们练平甩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经验啊 所以你只要放松的是很规律地甩 甩的时候你就觉得 整个人很集中啊 空荡荡的 很安静 是不是 甚至于都觉得 哎呦 哇 那个神通都快要出来了 是不是啊 练平甩真的很好玩 好安静 最够呀 要好好地练平甩 那儿就是这样的儿子 是一个人能够集中的儿子 那儿子 我都不会像你一样不一样的儿子 人能够集中的儿子